在做劳工保险核算时 以下哪类收入不会被算在内 A.工资 B.小费 C.奖金 D.加班费 正确答案是B.小费 那我们都知道 等我们劳工保险 这个保险期结束之后 我们是需要和劳工保险公司 来做一个最终核算的 那做这个最终核算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劳工保险的 这个保费是基于员工的工资来算的 那我们首先需要纳入到 这个最终审算之中的 就是员工普通的工资了 哪怕它是全职员工 兼职员工 或者说是付现金的 这个临时工 我们都是需要计算在里面的 还有就是有些公司 喜欢发奖金给员工 或者说是年终奖 或者有些销售人员 可能会涉及到佣金 我们也是需要算在里面的 比较特殊的是员工的加班费 那我们都知道 员工的加班费 是我们正常工资的1.5倍 那我们在做这个年终审算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需要算这额外的0.5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总的加班费 除以1.5 再记录到这个最终的审算中 所以说呢 只有小费是不用算在这个 劳工保险里面的 那餐饮业的朋友们都知道 其实小费在这个员工的收入中 是占很大比重的 所以说当您做年终审算的时候 或者说您之前购买 劳工保险的时候 是可以不用把这个员工的小费 算在我们劳工保险里面的 华星保险目标成为 加州亚裔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全方位保险基地公司 而且华星直播新系列报导 专门为在美的华人解答各种保险 欢迎观众持续来锁定